我想問一下 昨天在行政院會的時候 國際院提出三首次要中央全額的補助 他說這是一定必須的 這是有可能的嗎 全額嗎 其實任何國家的重要建設都有它的程序 它必須要重新再提案 送審 所以也要把握時間 因為特別是前瞻基礎建設的特別預算 是競爭型的 也是滾動式的 如果這個時間拖了 它沒有再新提案 那就走不下去 也因此我想行政院國發會已經退回了 我們先前交通部報院審查的方案 希望我們再請台中市政府 能夠就他們新的意見 行諸文字 然後按程序再報上來 這個我會全力來協助 那更是 還是地方政府 它自己的主張要清楚 因為國家的這個政策是延續的 那也是要公平 全國各地在競爭的時候 這個必須要行諸文字 有具體的方案 也因此時間的壓力 我要提醒盧市長 這個重新來一次 所產生的可能的變數 那也必須要能夠努力來排除 我們在旁邊的距離